歡迎回到新聞的現場 馬年台灣燈會在南投中心新村 卻被民眾發現 大量變電箱上頭所貼的 還是去年新竹燈會的圖樣 大罵南投縣政府有這麼窮嗎 詳細的情況 請記者朱顯霖來告訴我們 謝謝 好 但您關心到了馬年的元宵燈會 就在南投中心新村 可以看到主燈的工程 已經如火如荼在進行當中了 不過廟就沒有在這周遭 需要大量電地變電箱 上頭怎麼還寫著 2013還有個瘋字樣呢 說的是燈會在新竹縣 怎麼會用上去年新竹燈會的變電箱呢 讓當地的民眾說 難道南投縣真的是那麼窮嗎 就能變電箱 上面這個海報也沒辦法來改嗎 事實上工程單位也有說法了 因為他們說 為了怕資源浪費 因此像彰化 嘉義以及新竹 各自調了大量的變電箱來支援 因此這個東西一方面 可以來解決財政的危機 另一方面也可以廢屋利用 並不是說真的就是說 來沿用這個新竹燈會的東西 同時事後還會用大量的海報 來遮住去年的新竹燈會的字樣 不過這樣子的字眼 讓民眾看起來倒是覺得說 哎呀難道是時光倒流 回到了去年的燈會的現場嗎 讓他們看的是一頭霧水 不過主辦單位強調說 到時候元宵的時候 在南投中心新村這邊的燈會 將會是歷年來最大 同時也請民眾來拭目以待了 主播 好這是廢屋利用 所以呢才會再用到了 去年的這個海報的